海盔台风路过花莲之后也造成了不小的灾损 而位于寿风乡的树湖村 就民众陈勤县议员表示 因为住家周边没有设排水设施 所以海盔台风的强降雨造成周边的土石泥流 涌入自家的后院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 避免往后再次发生豪雨所带来的环境破坏 居民回顾当时的情景表示 枪降雨的发生当时住的是胆战心惊 担心当时的豪雨如果不再停歇 后果可能会比目前所看到的环境更为严重 上面土石流下来的水 就冲破了这个大概是这个挡土墙的 就中间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很大的洞 挖了一个很大的洞 那也一样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的这个大石头 那后来后来那个枪工所就就来帮我们把它填补 补好了之后装这个太空包太空包装了 装了一排把它放在上面 我估计这个最少都有一顿一顿重以上都有了 整个的这个隔天一来整个的这个通通通通通被被被被流走 所以这大水来的时候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民众的居住环境在大雨之后遭到土石流的冲刷 环境的周边是遍布者石头 受到居民陈情的县运员张美慧以及林哲师 也呼吁相关单位能够了解附近排水系统的欠缺 后续能够增设让当地居民能够免于灾害 这个山边也有一些住户他们居住的环境也因为土石流 像寿风这边就是有好几起的土石冲刷的这个案子 那让这个住户住起来真的心惊胆跳的 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一个农户前方 应该说住家的后方 整个都是土石的已经掏空非常严重 大家看到这个这些这个太空包都是被水流冲坏的 他们在房台的座围上其实有放了很多个太空包 但是依然不敌这个强降雨 那山区的这个水量都贯穿过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需要一些相关单位来重视来协助来修复 让民众可以居住的安全 这次的海魁台风入境花莲 造成许多农业以及环境设施道路的损坏 目前许多单位已进行灾后的附建工程 民众希望居住的周边未设置的排水设施 经过县议员的了解之后 可以获得相关单位的重视 给予排水系统的规划 让居民居住的环境能够长住久安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